这是邓龙生命中最为难忘的一个春节 不仅与四散在外的儿女欢聚一堂 还接到了组织上发来的付出通知 双喜临门下 邓龙竟做出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那就是提前结束假期 尽快回到一线工作岗位 可就在准备启程时 一次不经意的提问 却又让邓龙改变行程 只为在离开前见一位神秘固有 这个人究竟是谁 点个有用 咱们这就开讲 1973年1月 邓龙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来到江西 准备与多年未见的邓龙 共度一个团圆的春节 在此之前 由于种种复杂原因 邓龙离开了政治中心 虽然生活节奏慢了下来 但对于忧心国事的邓龙来说 无法继续为党付出 仍旧是他心中的一件汉事 也正是因此 在得知周总理卧病在床 无法继续工作后 邓龙便向组织提出申请 希望能重回工作一线 考虑到邓龙的工作能力 毛主席亲自批示 同意了邓龙的付出请求 这次春节后 邓龙便离开江西 赶往北京参与工作 可让邓龙感到意外的是 好不容易一家团圆 但邓龙显然已经归心伺剑 还没好好同大家叙旧 便让妻子卓龙收拾行囊 要立即赶往北京 只不过在赶往北京前 邓龙还想去江西有名的景德镇看看 1973年2月7日 在警卫人员的带领下 邓龙离开南昌前往景德镇 但在途中经过一个名叫贤县的地方时 邓龙却突然寻味警卫人员 当年的武器干校是不是就在贤县 紧接着在得到警卫的肯定答复后 邓龙立即表示 他要改变形成 在这里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王瑞玲 作为与邓龙出生入死多年的基要秘书 在革命年代 王瑞玲一直都在邓龙身边 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6年 王瑞玲投身革命 先后在昭允县东北军区担任 艺点园 接药处 抱园等职务 是不可缺少的技术人才 1952年 因为他是肯干 王瑞玲被分配到了邓龙身边 开始成为邓龙身边的专职秘书 并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知识 为邓龙做出了不小的革命助力 新中国成立后 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下 邓龙起起落落 王瑞玲也跟随邓龙吃了不少苦 甚至在1969年时 直接被分配到了五七干校 参与劳动改造 虽然邓龙与王瑞玲已经多年未见 但对于自己的这位老搭档 邓龙依旧有着很深的感情 这次路过五七干校 他是无论如何也要见对方一面的 就这样 在相关人员的安排下 几天之后 邓龙终于见到了王瑞玲 两人眼含热泪 诉说着分别后的故事 原来在分配到五七干校后 王瑞玲没有被困难打倒 反而开始潜心钻研农业技术 很快就从新手升到了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 如今已经成为五七干校的工作主力 王瑞玲的努力向上 让邓龙十分赞赏 但碍于时间有限 一番续就后 邓龙只能告别王瑞玲 前往北京就任 但对于邓龙来说 他依旧将王瑞玲视为自己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再加上如今 王瑞玲已经有了丰富的基层经验 所以在重回政治中心后 邓龙便再次将王瑞玲调回到了自己身边 让他继续发光发热 而王瑞玲也并没有辜负邓龙的喜爱 在重回北京后 他跟随邓龙先后做出多个重大决定 更是成为了邓龙南巡讲话时的重要记录人 邓龙逝世后 王瑞玲也没有一蹶不振 工作反而更加努力 始终忠诚于党 直至病倒前 他仍坚守在工作岗内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 下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好